敲敲门 聊心事 听懂彼此心中没说出口的事 Super99.1大千电台 敲敲门 聊心事 我是念词 希望透过节目当中带着你 我们来听听个案 听听一些故事 来读懂我们彼此没有说出口的事 那么在节目当中 我们同样有我们专业 温婉可人有气质的 资商心理师王子欣 子欣你好 大家好 我是资商心理师王子欣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一开始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这是杨诚琳的《理想情人》 当然这首歌曲并非所有的内容 都符合我们今天要谈的依赖人格 但是其实其中有一句歌词 我觉得或许待会可以往下延伸一下 它里面提到就说 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么样的人 你的理想情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是希望有双眼皮有九窝 或者是说我有muscle 有二头肌三头肌 还是小芝麻 其实人家说这个百分有B 是百分有人 一百种不同的人 就会有一百种不同的一个标准 那其实不是只有情人 我们身边当中 可能会给我们的朋友 或所有的相处的人 有一个模型 希望成为他喜欢的那个样子 可是如果说你碰到A 你就想要成为A喜欢的样子 碰到B就想要成为他喜欢的样子 哇塞你的压力很爆棚 很累啊 子欣这种人的依赖人格 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它是怎么来的 是有一个电影要跟我们做分享 是的 我们首先来谈 我们今天要谈的呢 依赖人格 对 那人格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像是念子刚刚所说的 台语我不太行 我把它翻成国语 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 也就是人真的有一百多种啦 可能那个一百是一个很多数量的意思 绝对会是超过一百种类型 可是在我们心理学上 我们把这个人他的特质 我们谈的叫做personality 就是他的特质把它分类 那可见的这个人的这一组特质里面 是特别彰显的 对 那我们前两集谈的是焦虑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两集呢 今天跟下礼拜 我们要谈跟焦虑有关的关系类型 那跟焦虑有关的关系类型 其实在人格里面 也就是你这个人 你整体而言 这整组的个性跟特质里面 我觉得比较有跟焦虑有关的人格特质 就是依赖人格跟边缘人格 那依赖人格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那边缘人格是我们下礼拜会谈的 那为什么把这两集放在一起 当成是一个 这两集变成是一个配对的关系呢 是因为我们时常 你会想象你的这个对方 会是长什么样子吗 比如说像念词刚刚弹的那首歌 杨承宁的歌理想情人 我们好希望对方长什么样子 然后会很想知道 你的一百分要给什么样的人 那其实这个里头就有一种 好像很隐为的心理意涵就是 你有时候会想要而紧紧的抓住 而当紧紧的抓住的时候 其实就反映了好像有点 害怕失去 对 害怕失去 对 那如果害怕到没办法说不 没办法拒绝 对 那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依赖人格 所以如果我们在关系里面 尤其是亲密关系 人际关系当中 你感觉到害怕 然后呢 我们就会很努力的想要去讨好 对 或者是控制嘛 那讨好的方式 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依赖人格 那如果是控制 就会比较像是我们下礼拜要谈的边缘人格 他就是用关系来操控别人 那刚刚念子提到有一部片叫做客制化女神 对 你看了 我看了 最有感觉的是哪一个 哪一幕 我最有感觉的是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觉得他在 因为这么讲好了 稍微也讲一下 这个戏的男主角 他是一个作家 那他的理想情人 其实他有点半科幻的感觉 就是那个理想情人 是他在写书的时候 加上一点点自己的想象 去创造出来的一个样子 但没想到现实生活 好像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 但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他不断在他的作品里面 去修改他要的这个理想情人的样子 好像他是一个城市 他是一个机器人 我想说真的 有人会完全的百分之百的 会依照别人想要的样子生活吗 这好惊悚 其实他的类别应该放在惊悚恐怖片 对 而且他的开场位就是爱情喜剧 他的 就是一开场的第一幕 我也觉得有点惊悚 我以为是悬疑片 所以爱情里面 如果变成这样 确实蛮惊悚的 那这个剧情就像是刚刚念词所说的 他讲解得非常好 这是小说家 然后他开始把他的梦中情人 那他有一台很神奇的打字机 打着打着 他的另外一半就真的来了 浮现了 浮现 然后成为他心里面想要的外貌 言行举止 也就是那个梦中情人变成真实的人 那念词说很惊悚 我在这部片的时候 看到某个段落 我也整个掉下巴 那个段落是 他希望他的梦中情人叫卢比 他希望那个卢比完全的爱着他 对 所以呢 他在打下这个卢比 这个紧紧的跟着凯文 男主角叫Kevin 然后呢 这个卢比真的是这样哦 完全黏着他 睡觉牵手 对 好甜 吃饭也牵手 对 然后他们吃饭呢 还是勾在一起的那种 对 完全勾在一起 而且他真的是想要搓圆捏扁 他直接在他那个打字机 就把他的文本改完 欸 卢比就变了 真的非常的客制化 对不对 然后那个吃饭吃到一半 卢比还会突然说 Kevin I miss you 我非常的想念你 然后就跟他黏在一起这样 对 然后有一次逛街的时候 走一走 然后因为凯文真在讲电话 对 过马路的时候呢 就松开了卢比的手 然后卢比就哭了半天 他就会开始说 你都不爱我 我不能没有你 你竟然把我的手松开了 我没办法 这现实生活当中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也就是说啊 关系里面 尤其在刚开始谈爱情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粉红泡泡 对 可是粉红泡泡如果已经化炉啊 已经发炉成这样了 满天都是泡泡啊 就让两个人粘成在一起了 对 这种年龄过头 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很令人窒息啦 那这部片的后续 大家有兴趣的听众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然后我们就略过不谈 我们从这前半段 其实想要跟大家延伸来谈的就是 如果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自己对号入座 我希望我成为别人理想中的那个样子 就有时候会为了别人委屈了自己 就把自己当成是一台那个 你刚刚谈到那个生气的打字机嘛 就是把自己的行为修改一下嘛 所以你就会输入别人要的反应 穿着打扮 说话语词 甚至把你的整个思考都变成别人要的样子 我早上要来你们从公司录音啊 我都会在隔壁的星巴克待一下 然后 你带一台打字机 想把谁错越那边吗 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还需要来吗 我在那边 前一阵子啊 我在那边准备的时候 我就听到隔壁桌有一对男女 突然之间 因为那个位置很靠近 那个其中一方就对着另外一方讲说 宝贝 你这样讲我不喜欢 我整个耳朵都竖起来 我想说宝贝你会怎么回 这时候智商师就想要站起来 整个就竖起来 那个神经都敏感起来 这位宝贝你怎么反应 很像那个宝洁上身 结果那个宝贝就 闭起嘴巴 就没有说话了 我对这宝贝的表现 很失望 有一点失落 就是你 我们讲的客制化女生 你以客为尊 把自己打造成为别人的样子 你也客制化 那个客制就是 截至自己的客制 对 你也客制化了自己 可是他不会有感觉啊 你确定没有感觉吗 问得很好 你没有问那个宝贝 我真的很想过去 跟那个宝贝说出话 好好聊一聊 他需要聊一聊 就是我们来看这个 如果你把自己 变成别人客制化的样子 你其实某种自我 你内在的状态 是被截至的 那依赖人格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他对别人 是完全的依赖跟顺从 他很难自己一个人 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其实他内在的思考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是很孤单的 是很无助的 所以他就会很努力的 在维持关系 那当一个人 要非常努力的 维持关系的时候 就会把身上的你的自我 或灵脚给修掉 然后你就会把这一些 把他放到你的心里面 所以因为担心被遗弃 那你也把自己 很多的部分给减掉了 所以他其实跟忧郁症 有蛮强烈的共病的现象 就是会同时发生 因为不断的压抑自己 对 不断的压抑自己 所以那个望福 有一首歌叫 一人一拨 干嘛 我忍不住唱出来 不行 好可爱哦 我想要把我自己展现出来 好的 没有问题 那你的反应 让我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不是 我是在思索 这首歌是哪一首歌 好 让你过 他里面有谈到一句话 就是我不是坏人 也不是好人 但是我就是你的人 我这句话 也蛮窒息的哦 真的 但是问题是听在就是彼此有心的那一个对象上面 哇 这首歌重 很重 很重 对 命中 对啊 对你就是我的人 那种好像两个人完全就是精力贴合在一起的感觉 可是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个状态 就是我跟你完全紧紧的贴在一起 我们课题关系讲心理学理论谈的就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你其实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别人 对 就想象一下你跟另外一半你们两个鼻子碰鼻子 眼中只有对方 你看得到他整体吗 没有啊 这真的非常的困难 所以关系可以黏 但是也需要分开 不然的话你会失去自己 对方的整体样貌你也完全无法看见 可是其实大多数人像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一个依赖型的人格啊 其实大多数人应该都会喜欢 因为他逆来顺受 哦你很会抓重点 我跟你说依赖型人格 他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非常的好 就是我们很常讲乖乖牌 就是我说啥你都说好 对 他因为非常需要有人陪伴 所以呢他会自愿接受别人都不要的任务 比如说在大学里面 他可能就是打报告也是他 找资料的也是他 明明很担心上台 我就说不然拜托你啦 那你讲一下啦 好啦就突然就会了 所以他就会这个上台报告 所以他会因为配合别人 满足别人的需求 而变得受欢迎 烂好人 你的话常常碰 像卡车年来 对对对 但是他就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跟辟虫 就是会依附别人 依赖着别人 然后自愿去做自己可能不喜欢做的事情 这其实就一体两面 看你从什么角度起 当然就是我们在今天针对这个依赖人格在谈的时候 他的确就是失去了自我 朗朗赫 谁说什么你都可以 可是你如果要往这比较正面积极相上的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就因为你什么都可以 你的学习机会也变高咯 确实是 确实是讲 他的学习机会可能也会变高 可是他是学 他不想学的 然后我在课堂上讲 有同学曾经 这个跟我说 老师他是M属性吗 M属性 这很新的名字 回来想说M属性是什么 查了一条一方 哦受虐屁吗 其实不尽然 不太尽然 依赖人格他是担心自己被抛弃 所以他一直猛烈的黏着对方跟讨好对方 那M属性他其实某种程度还蛮喜欢被虐的 那依赖人格其实不太 心态不太一样 对心态不太一样 好我们待会下一个阶段回来 这请子欣继续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们在讲说依赖 我们查一下教育部的词典 依赖他的反义词其实就是独立 但坦白说我们都觉得说 如果身边有一个独立的人 或者是父母亲都觉得自己的孩子 如果能够独立很好啊 但独立就是绝对的是好吗 他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新的 就是社会的框架 我因为不要被别人说话 不要成为别人负担 所以我假装我很独立 只要你能放心 我愿意被你囚禁 从此我的名字就是你 我已经准备好忘了自己 那渐渐的我已经懂得压抑 是一种美丽的情绪 反正所有的不安都只能不理 至少我可以讨你欢心 哇塞这要多忘记自己 才能够成为这样子 愿意放下一切去讨好别人的人 不过其实我有个问题 我想要先请教子欣 就是前一节的最后 我谈到了说 依赖根据加以部字典 你查了吗 其实我们依赖当然 它的相对面反义词就是独立 那当然其实好像很多人 在谈到独立这两个字的时候 是灌给它比较多一点的 正面的形容 可是我只是在想一件事情 独立的人有没有可能 不是真的独立 他反而只是为了怕 成为别人的负担 也希望说可以多一点点的人 喜欢自己 那么心理底层其实还是害怕 或者是担心被讨厌 也有这个状态 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谈的 依赖人格不太一样的地方 你刚刚讲的那个独立 比较像是从小到大的 成长过程里面 我们会期望这个孩子 能够独立 然后能够做好自己的事 那他可能就会变成 我们讲的亲直化子女 也就是他做的事情是 虽然是小孩 但是是大人的事情 早熟吗 有点像早熟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 他已经不只是孩子了 他也做了很多父母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心理历程 在我们这几集里面 还没有机会谈到 那他的独立 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依赖 其实不太一样 那个亲直化孩子的独立 他其实是怕造成别人的负担 所以他强迫自己得被迫长大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依赖 他其实你看你选的歌就超好 愿被你囚禁 那个囚禁里面就是害怕分离 那个分离 其实依赖人格里面的 害怕分离的底下 还有一个更内在的东西 就是他好需要被照顾 也就是我们谈的依赖关系 其实是从依赖来的 可是他在这段过程里面 他的内在心理没有被满足好 所以他就会很担心失去 很担心分开 所以他要紧紧的依赖着那个人 可是那个依赖的样貌 并不是一个健康或成熟的 是依赖 依赖是零到三岁才会做的事 他是一种生理上离不开 需求 对他需要依赖爸爸妈妈 他才能活得下去 不然他怎么泡牛奶 对他也没办法拿牛奶换尿布 对没办法嘛 零到三岁才会需要依赖 所以我们用依赖人格 那个字其实有特别的意思 教育部国语字典 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写出来 我们不是用依赖人格 我们用的是依赖人格 所以他其实有可能反映到 是他在婴儿时期的那个段落 有一些需求 没有被满足 或许是这样 没错 我们待会来谈 这个造成的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首先来谈 为什么叫做人格 personality 这个字的意思 其实就是 你想象一下 你这个人 你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场和情境 都有属于你的个性跟特质 这个个性跟特质是 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跟个性嘛 对 所以这个个性跟特质 有它的持久性 也就是说 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大部分的时候啦 因为它是先天跟后天 交互作用形成的嘛 所以小时候 如果你是外向活泼的 它是一种人格特质 不太会随时间改变 你长大之后 可能也是外向活泼 可是程度上 没有以前这么天而已 因为说过社会化训练 对 我们经过社会上的 打脸或洗笛 就是它不会因时间而改变 那叫持久性 那它也不太会有所差异 也就是说 你在家里跟在学校 可能都是活泼的 只是因为学校跟家里 那个程度上也有差别 管束程度 父母亲的耐受度 再加一条虫嘛 就是懒在那里 但是那个本质 还是没有什么变的嘛 那那个独特性谈的就是 虽然同样都是外向活泼的人 可是你的外向 比如说念词的外向 跟我的外向 可能就不太一样 但我们本质 还是都是类似的个性跟特质 所以我们谈的人格 其实就是你这个人 一组的个性生活样态 然后你内在的一些情绪 认知的反应的倾向 它就叫做人格特质 那今天谈的依赖人格 它其实有几个标准 也就是说 这八项里面 你符合五项以上 或者你身边的人符合五项以上 那就是依赖型人格的这个指标了 第一个指标就是 如果别人没有给予 极度的指导或保证 就很难做出日常生活中的决定 用极度 对 如果要放在这个心理学 心理障碍的诊断上面 我们它会是一个心理疾病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可能符合一两个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心理疾病的诊断 是极其严格 几乎都这样 它几乎是要两端 对不对 不是极大就是极小 是的 就是要完全符合那个样子 那比如说什么叫做 极度的指导或保证 比如说中午要吃什么 都好 你以后想做什么 都可以 你决定 就是没有办法做自己的生活上的任何决定 所以等于说 对方一定要告诉你说 哎 子欣 我们中午就吃炒饭吧 很好啊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极度的安全感 因为我下了明确的指令说 我们今天中午就吃炒饭吧 配公丸汤 对 他很喜欢这样被支配 享受 嗯 是 所以需要别人帮他做一些的决定 第二个就是啊 要别人负责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他就会不断的问另外一半说 对 你觉得我要做什么工作 哦 我应该穿什么衣服 就是一二是有关系的 对 他其实都是围绕的同一个人 他的人格特质 对 第三个 很难自行开始工作 非得要有人告诉你 第一栋是什么 第二栋是什么 是吧 对对对 非常适合当兵耶你 我海陆队伍的 你个性还蛮像的 你是一个严谨的人 比如说 你可以陪我去面试吗 你可以帮我决定我中午要吃什么吗 就是很难自己开始工作 那第四个就是 害怕失去别人的支持跟同意 所以就很难表达 我对你所说的事情的不同意 比如说你刚刚说 中午吃草面配公王汤 我明明超讨厌吃的 但我就会 嗯 好 他就会自愿的去答应别人的事情 那第五个就是 为了得到别人的呵护跟支持 而做的太过分 甚至自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这件事情啊 我们在很多新闻画面都会看到 嗯哼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 有一种人格倾向叫做 anti-social 叫做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 我们在新闻上常看到嘛 就是他很容易因为冲动的行为 而做了犯法的事 对 那反社会人格 很容易跟 依赖人格配在一起 哦 一个就是甘愿取救 对 完全的取救 是 所以依赖人格跟反社会人格 有的时候都会 合作会啦 因为反社会人格 他很控制 控制 很支配 而且很男子气概 嗯 然后就很会决定很多的事嘛 然后依赖行人格比较小鸟一人 他就会 攀附着他 赖着他 然后 跟着他 不太会改变 那为什么要特别注意这配对关系 是因为反社会人格 有的时候会压榨另外一半 叫另外一半去做他 不想做的事情 嗯 比如说 去柬埔寨 嗯 不是说去柬埔寨 就是可能做一些违法的行为 办法的事情 但是依赖人格 他没有办法拒绝 嗯 明知不可为 但还是为之了 对 他会为了得到别人的呵护跟支持 而自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对 所以他就会去做这样的事 嗯 所以我有时候在课堂上讲完 男学生就会跑过来跟我讲说 老师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些男生 他们都可以有女朋友 我现在还这么卢 但是我觉得 就是人发展自己的反社会人格 是这概念吗 也不是 也不是啦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人这么荒唐 然后另外一半 为什么对他不离不弃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健康的关系 对 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反社会人格跟依赖人格的配对的关系啊 那第六个就是 因为害怕没有能力照顾自己 对 所以独处的时候会很不舒服跟无助 那也因为这个关系会让他紧紧的黏着另外一半 嗯 然后要别人帮他做任何的决定 好 所以曾经有个个案告诉我说 这个 有人没有办法丢掉任何东西 嗯 但我没有办法丢掉任何人 哦 我离不开任何人 嗯 然后他要觉察到这一步 其实不容易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家里面放了好多别人的东西 哦 大家都把他家当成是鸡物柜 嗯 然后进进出出不断来拿东西 或者是就搞得很复杂 嗯 所以要觉察到这一点 其实是经历过蛮长的这个 我们的对话里头的 嗯 嗯 好 那第七个就是啊 当亲密关系终止的时候 他会很急切的寻求另一段关系 来作为照顾的来源 嗯 也就是他没有办法 没有 他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生活 嗯 他一定要有另外一半在旁边 嗯 一定要有人陪啊 对 那第八个就是 不切实际的专注在自己 照顾自己是很可怕的恐慌 所以我们谈 为什么前两集讲焦虑 嗯 这集来谈跟焦虑有关的人格 对 也就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觉得好可怕 嗯 孤单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 所以我就要紧紧的讨好 或黏着一个人 嗯 那我很担心这个人离开 对 所以我就得把自己很多的想法给抛弃掉 对 嗯 因为焦虑于身边没有人 焦虑于他自己被放生 所以呢 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 他必须紧紧的依附 他不一定是另外一半 但是依附着一个可以 呃 强势为大家主导一切 强势帮他决定所有人生的那一个人 可能是同性 不一定是异性 不过我们下一个阶段回来 其实也可以请子欣来跟我们做分享 像这样的依赖型人格 有没有特别容易发生在男生或女生的身上 为什么 那以及包含这样的依赖型的人格 他是怎么被养成的 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这么的心甘情愿的 失去自我 只为某一个人而生 前面所列的就八项 或许你可能有几项是雷同的 甚至是一模一样 但你是不是就真的是完全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症状 需要走进资商或辅导 我觉得那个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指标来观察的 我们再谈到依赖人格 前面的这八项特征里面 子欣有没有男生比较容易有这样的人格 还是女生 还是说其实是个半 我们刚刚在提 依赖人格跟反社会人格的配对关系 那在性别的比率上面 依赖人格比较多是女性 反社会人格比较多是男性 我觉得这跟整体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我没有很意外 在东方社会来讲 对在华人社会里面 我们就会比较推崇男性的阳刚特质 觉得男子气概好像会让他这个做事情顺心顺手的 就比较容易 那女生的顺从 好像是从古至今的社会文化里面 时常都会被隐含的一个信念 就会觉得女生顺从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就加和万事心的那个和 其实是女生的意思 委屈隐忍的和 好那那个顺从 其实是一种反作用 反作用的意思就是 我们放在佛洛伊德的理论来看 它就是一种心理上的防卫基转 也就是说反作用就是 我顺从你 其实就是代表的我讨好你 反过来 我希望你也这样对我 它是一个很卑微的哀求 我先对你是好 但我也希望得到同等的回报 对 我这样对你 我也希望有一天 你会这样对待我 但有一天 如果你没有这样对待我的话 我还是继续这样对待你 是的 是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反作用力 这是可能的原因 第二种可能的原因就是 如果从小到大的被动顺从 是得到的鼓励 比如说当他隐忍了 然后当他这个为了家庭 然后讨好了爸爸妈妈 然后爸爸妈妈鼓励他说 这件事情啊你做得好 你为了我们牺牲了什么 这好乡土剧哦 比如说论急婚嫁的时候 想土记了好多文本可以分析啊 对啊 那八天啊 对只要我迎合就能够维持关系 或许在童年的时候 他就慢慢的被建立出这样的价值观 所以长大之后就按照这样的价值观去过生活 那第三个就是 他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分离焦虑啦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依赖人格 依赖这个词在心理学上 我们会放在零到三岁的那个行为的心情 对 就叫做依赖 所以在那个时刻 如果没有内在的安全感被满足 很有可能就会很担心分离 所以他现在的讨好 其实是童年时期分离焦虑 没有被处理好的浮现 所以他不断担心被分离 对 不断的担心被分离 所以这是可能的这个原因 对 那依赖型人格到底 这个怎么样该 我们怎么样自我帮助呢 对 我们来谈谈啊 依赖其实就是害怕失去 害怕分离 所以他其实内在是缺乏一种独立的勇气 没有安全感 对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面对自己内心的纠葛 就是勇气 那我们来看一下依赖人格怎么发展来的 刚开始呢 叫做攀附阶段 对 也就是呢 他会竭尽所能的去确认自己会被接受 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讲的反作用力 反向作用 就是我对你好 我也期望你可以这样对我 所以他就不断的取悦别人 对 避免自己在情感上受伤 所以他就会一直讨好 一直讨好 这是第一个攀附阶段 对 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依赖 也就是说我跟你融合在一起 确认关系了 嗯 我跟你融合在一起的共生 那个共生 反正就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个阶段 会让他感觉到安全感 嗯 然后呢 就会不断的去这个肯定啊 这个称赞啊 会让他更加的稳固 对 原来我跟你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共生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那其实我们都好像误解了 好像觉得讨好 依赖是一个人合嘛 对啊 你刚刚觉得人合嘛 毕竟被当成好人 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 很好啊 嗯 可是事实上就是 你越讨好 嗯 你越脆弱 嗯 因为你 越害怕失去 更害怕失去 嗯 那如果你放在工作上来谈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样子的人 他在工作上面 里面他carry好多事情 便利贴女孩 哦对对对 嗯 你很会联想 就是他好多事情都要做 然后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 对 而且表现出过度的责任感 嗯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他要做的 嗯 然后企图让公司啊 其他的利益啊 永远高过自己 嗯 便利贴女孩嘛 对 那在亲密关系里面也是 他很难展现真实的自己 因为别人就是他世界的中心 对 所以他永远都没有办法 看见自己的需求 嗯 所以如果你觉察到自己 工作很累 嗯 你好像做了很多 不是你该做的事 嗯 然后你在这个关系里头 亲密关系里头 你好像也没有被看见你的需求 嗯 那就是一个需要改变的指标 他有可能单独存在于亲密关系 或单独存在于职场吗 我们讲的人格特质 嗯 他是不太会随情境而改变 嗯 然后他有持久性的 从小到大都这样的 嗯 然后他即使有一些变异性 嗯 也背离你这个整个人的 这个特质不会太远 嗯 所以也就是他在工作上 家庭 嗯 人际关系 各个领域都看得见 都看得见那个影子 嗯 所以呃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很好的提问 所以如果你发现 你自己不管工作很累 家庭很累 人际关系很累 你好像承接很多 不是你的责任 嗯 那就是一个需要改变的指标了 嗯 所以发现了之后 你想想看 你是常常摇头啊 叹气啊 然后一直在想 我不这么做 别人会不会讨厌我 嗯 那你就需要 我们走到第三个阶段 对 刚刚讲的是攀附 依赖 嗯 再来第三个阶段就是脆弱 嗯 就是你意识到你自己已经过度依赖了 对 那我们就需要来想想看 怎么样变得更不一样 嗯 那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依赖人格害怕的就是分离 对 那分离 对某些依赖人格觉得很可怕的原因是因为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也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 是 所以成为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嗯 也就是说 哎你有看过那个无间道的刘德华 哦 在里面最后那一句话吗 最后那一句 就是 其实他里面有好多角色迷思的 对 对 心理学的概念 刘德华跟梁朝伟两个拿枪 那只来只去的时候 然后刘德华就说 我是警察 嗯 我只想当好人 哦 就是那一幕 我觉得那一幕很多可以 可以谈的 就是他们两个不同的角色 然后不同角色的 可是他们都有角色混乱 对对对 但是很像是自我 对 你自我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互相打架 互相打架 然后刘德华说 我只想当好人 嗯 我觉得啊 放在各位听众的心中 你可以把它改变一下 嗯 不用当好人 哦 当你自己就好 嗯 当你自己也会喜欢的人 比当好人还重要 这好挑战 对于依赖人格来讲 对 我不需要当好人 我只需要当一个人人喜欢的人 我们要改写一下 要当你自己也喜欢的人 他就是一个路径一个灯嘛 我们尽量朝那个路径去前进嘛 嗯 那就当你自己喜欢的人就好 对 那有一首诗啊 西慕容写的 哦 他说啊 少年的时候 我疯狂的喜欢带我走 这三个字 嗯 你喜欢吗 不喜欢 哈哈 我已经去拖联的老年了 来到老年 我不应该问一个海军陆战队退伍的 哈哈哈哈 我继续念这个诗 然后呢 他写 现在 我再也不会任性的让任何人带我走 我学会了自己走 嗯 所以我用西慕容的诗 嗯 作为今天的结束 也就是说 成为自己 成为你自己喜欢的人 嗯 你可以想想这首诗 对 你喜欢别人带你走 但你就没有自己啊 倒不如 嗯 不要让别人带走你 学会自己走 那有几个比较具体的建议啦 比如说依赖人格很难拒绝别人 对 不管在公式上 或者是在亲密关系里面 有一个方法就是 帮自己争取时间 也就是不要立刻答应 深呼吸 对 别人对你有要求的时候 你想一想 嗯 然后嗯 这件事情 听起来对你很重要 让我想一想 嗯 我等一下再答复你 让我想一想 嗯 你帮自己争取一些时间跟空间吗 嗯 因为反射动作很快 对 反射动作是你从小到大的行为模式 对 但我们要争取反应行为 反应行为需要时间 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 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嗯 太重视别人 然后别人叫你做的事情 你好像会立刻答应 嗯 那你就先深呼吸 对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嗯 让我想一想 对 帮自己争取反应时间 嗯嗯 好 对 对 他不是你说11分吗 我远迟在争取反应时间 好 我以为你有好几点要讲 因为11分嘛 我在等你第二点 好 跳一下 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谈到这个依赖人格 我想除了刚才子星最后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胸呼吸 先给自己一些反应的时间 而不是反射的时间 我想成为自己可以carry自己的神队友 可能也是让你走出依赖人格 一个很好的方式 挺别人之前 先挺自己 跳跳满流星室 也非常感谢我们资商 洗礼师王子星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案例跟故事 也希望从这一些故事当中 你可以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 跳跳满流星室 我们下次见 点赞人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